第二集,闯月月之牙,救出神经病。 看完任务的阿炎,叹了口气,突然感觉自己的前路出一片黑暗。 宿主不要这么悲观吗?虽然这次任务的反派是个神经病,但是我相信宿主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不是你王政任务,你当于遮掩学了,还掉发剧鬼,你还真是看地积木,先学一下这个编命力,看开心灾的情况吧。 什么地方?听起来很有X的阉子。 冤冤之牙。 冤冤之牙,这个界面里最恐怖的一个地方,被称之为死亡之地,埋葬在冤冤之牙里的尸骨不计其数,这里深不见底,毫无生气,冤气冲天,邪气缭绕,而牙底时不时的还有无名的售吼声传出,传说,这是一个除了神以外无人敢踏足的地方。 走嘎,走把干净王政回家抛走。 被系统隐藏的阿炎绕过了外围的守卫,瞅着下方深不见底的冤冤之牙,整个人抖了抖,牛如身在冰窖,还没进入冤冤之牙就已经感觉四周阴冷的可怕了。 他刚刚脑子一定是抽了风才会想来这种鬼地方见识见识。 拒绝是变态吗?这么续了这么一个贵地方,怪神人的。 也不能说主角是变态了,关键是和主角一直不对付的反派也很厉害,所以主角为了以防万一,就只能将反派关在这里。 都以防万一了,那为什么拒绝不直接杀了反派一了不了? 反而还要把反派能证神经病光在这种要不拉是几步下单的贵地方呢? 这个,宿主你真的确定要我现在就说出来? 无非被误猜真的吧? 我很确定你想歪了。 反派被关在那儿? 反派被关在冤冤之牙,碎下面的一间老房房。 所以,宿主要是想找到反派,就必须要跳下去。 跳下去?你都误了,松了,4948。 啊! 宿主真是勇气可加呀。 不如你行人斑斑,不是你让我挑地吗? 来到崖底,耳边呼呼的风声里夹杂着哀嚎和哭泣。 还有咒怨的徐渺声音。 惊得阿炎一身冷汗,周围漆黑一片。 什么人! 一句蕴含着强大力量的话从不远处传来 差点震碎了阿炎的耳膜 阿炎此时此刻真想大吼一句 喊什么喊 你大爷我在这儿呢 眼见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黑衣蒙面 守卫越来越多 阿炎想哭的心情那叫一个激情澎湃啊 还给我开过这个时间 最高实力登机的外挂 消耗一次免费外挂 开启界面新外挂 实力外挂开启成功 实力等级神 喵喵喵 你出来 真是什么鬼 你就不能给我来定牛逼的特效吗 那个 作者说经费不足 只能给你上五毛特效 宿主你就将就着用了 我看这不是挺帅的吗 哎哎哎 刀底打不打 你掰神啊 你在魔机浪费时间 我们可是要加群炎飞的 你没发现我现在恨牛逼吗 没看出来 阁下是谁 为何要善善晕晕之雅 不好意思 嘟嘟开挂了 他是来救反派的 哪有时间跟他们瞎逼逼 救了人赶紧走 他可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待一刻了 知不定什么时候主角出现了横生变数呢 因为给自己开挂了 所以阿言不用系统提醒 凭自己现在神的实力也轻松的找到了反派的位置 只见反派被困在一个结界里 反派这个结界应该是主角亲自射的 经过阿言的一顿狂轰乱扎 结界的威力越来越小 最后结界的光芒消失 结界被打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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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